另外最新消息是一支来自台北的登山队伍 25号晚间在攀爬南投的东大郡山时 不幸遭遇雷击 14名队员当中有两名队员被落雷给击中 其中40年次的徐姓领队下半身瘫痪 而另外一名宋姓女子则是受到轻伤 这升餐队伍在上午10点多发出了求救讯号 但是由于现在山区的天候不佳 空行队直升机还没有办法飞到现场救援 第一面的搜救队伍也正在出发赶往现场的过程当中 有更新一步的消息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